假若平面1分别交XYZ轴与ABC三个点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这个其实就是我的X轴的拮据 Y轴的拮据 Z轴的拮据 所以它要我们用下列的方式来表示平面1 好来拮据是 所以X除以它的拮据就是3 再来加上Y除以拮据-2 再来Z除以拮据6会等于1 这就是我们的拮据式 那再来一般式呢 一般式的话呢 我们就是把它不要有分数 分数在里面 所以我们就要把它通分 所以我把整个式子乘以6 就变成2X-3Y加Z等于6